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造了我们了解的现实 像这一种东西你觉得是有效吗 有 中国最早大家会提到的是1988年 我刚刚说的孙伟光他提到了资讯战 但是虽然他后来在1999年有出现出了一些书被中俄资讯战奉为经典 但实际上我说在现实操作上 其实中国还基本上还是发遵循俄国的超限战 也就是他不把资讯战设为一个单独的项目 他是结合军事外交以及人员监控各式各方 他把整体起来整体结合起来的一个超限战 那这个东西其实最知名的其实是俄罗斯了 那中国其实在这个国际上这个算是小老弟 那俄罗斯他因为最早他其实在2014年克里米亚的时候大获全胜 因为在克里米亚之前他就散播了很多假讯息 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说有一个医生 他这个脸书那被转发了上万次 就说他是一个医生 然后他要要救他在马路上看到有人在受伤了 他要去救他 结果当地的人就不愿意 因为他是说俄语的 那这个东西很快的就造成造来轰动 那后来MIT的研究就发现说 其实推特上有几个假讯息的高峰 这些高峰刚好都跟比如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美国或大选或是英国脱欧刚刚好都非常的符合 那他也去做了一些追踪 比如说像机器人 他就发现就说 其实你要造成这种假讯息的散播资讯战 跟大家想不太一样 并不需要有很多的机器人啊 很多人追踪 他其实不是 真实际上这个趋势是 你只要平常养非常非常多机器人账号 这些账号都没有很多人追踪 没有关系 你就大量的在同一时间 反正就是协调行动 大量转发 只要有一两个KOL去转发了 他会立刻造成很大的趋势 而且呢 当然就是我们农场文知道 就是说 后来已经就发现嘛 就假讯息比真讯息散播的更快 更远 转发能更多 那速度有时候是十倍 也有时候是到八倍之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做得非常成功 俄罗斯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成功了 那中国其实在这方面 他其实是很晚近 他才跟随俄罗斯的脚步 去抄袭他怎么做这件事情 最新的例子 我讲就是上个月吧 脸书的母公司Meta 他公布了一份报告 在那报告上 他记录了脸书抓到 中国的人用资讯战 他有真实的能力跟机器 在美国制造假讯息 他讲假讯息的方式 基本上也是模仿俄罗斯的 就是说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支持共和党 或支持民主党 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会更对立 而且对于这个政府的制度信任降低 那这个件事情已经被抓 虽然规模还不大了 但被抓到是因为他的技术还不成熟 因为他们去检查发现 这些人的朝九晚五的那个 schedule是跟中国北京 是专走北京时间 不是专走美国时间 他们还是有些地数不成熟的地方 可是中国现在在那个资讯战方面 我想已经是慢慢的去 再遵循俄罗斯的 不过其实这个东西 我想只是英文或其他不同语言的 是遵循俄罗斯啦 那中国其实最大的资讯战 最主要是在台湾嘛 那他在台湾 其实台湾是他一个试验场 他在台湾只要试验成功了 他就把这个模式去复制到外国 然后变成 只是变成英文的模式 所以在这方面我想 台湾对于中国资讯战的这种 受到的打击 我想可能可以了解更多啦 那像台湾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在YouTube上 可以透过donate 那他们你去看他们donate的 都是用微信啊 都是用一些台湾比较少用到的 这些那个数位支付的方式 所以他们很你可以合理想象 他们很多钱其实都是 都是从对岸过来的嘛 那所以因此他因为他 不需要仰赖本地市场 所以他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且还是可以获得非常大影响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平衡的 一个竞争了 中国大陆的网军 可以随便在自由世界 做什么都可以 可是英国美国一般人 你不可能在中国的网络上面 说任何自由的东西 所以长期下去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 可以扭转着一个趋势了 这个东西要分几部分啦 就是说 以加拿大的经验来讲好了 因为我比较熟悉加拿大的经验 以加拿大经验就说 第一个 绝大多数人都接触到假讯息 如果你去 我们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发现有90%的加拿大人 都接触过假 在社交媒体上都接触过假讯息 所以他这假讯息传播 是非常非常广的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明知道是假讯息 还是会转发 他可能觉得有趣 或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还是会转发 那这种东西其实你 坦白说 你要用政府去管制它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风险 有些东西需要 但是有些东西不需要 像台湾前任务 是讨那个数位法 就是就有这问题 因为你政府有时候管制 你会侵害到人民的言论自由 可是 而且不见得是最有效 因为你让政府来判断 什么是假讯息 什么不是假讯息 绝大多数的人心里是觉得不舒服的 可能比较有效的方式 还是第一个 就是说你要有那个 外国代言人法案 就是说你让这些人 你揭露 散布这些讯息的人 是跟中国有关的 让人民自己提起注意 这个可能是比较 比较有效的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训练一般的试读能力 以加拿大经验来讲 就是说 如果你在学校 你能够教会小孩 怎么去做 去试读媒体 怎么去辨别的讯息的话 小孩子其实学很快 那加拿大是老年人学的 稍微比较慢一点 不过台湾的 有一个研究 好像跟加拿大不太一样 台湾有个研究是说 台湾的 小孩子 其实也不太 在乎那个讯息是真假 他们就还是去 去转传了 我不知道是台湾小孩 压力 公共压力比较大 没时间 或他们不在乎 还是怎么样 我不太 我不太确定 不过 以加拿大经验来讲 就是说 这部分他们是说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安排这样的课程的话 对这是有帮助的 至于老年人的话 加上是有一些 非政府组织 他们从政府拿到一些款项 或者是像社会募款 他们透过一些 社区的教育方式 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 中国很大的优势 就是人海战术 就是在演算法里面 你越多人看 当然你的传播是越容易 中国人口怎么多 你要是 还有网军什么的 那对自由续建来说 怎么样可以 抗衡这一个大的取势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中国信号 他其实有防火长城 所以他其实 把他大部分的 中国自己人 关在墙内 那他翻墙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至少理论上来讲 还是 还是 是一个违法的情维 那 所以 第一件就是说 信号就是说 其实并没有这么多人 到墙外去看 那这是 这是一个比较 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说 你要看 到墙外 其实你要 可能要分开 有些人就是小粉红 有些人是网军 他们可能算一类 可是有些人 就是一般民众 那这一般民众的 其实又不太一样 我举个最新的研究 为例 有一个最新研究 去发现 就是说 中国在那个 COVID期间 有很多人都去 需要资讯 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是在COVID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人都拼命去 搜寻相关的讯息 中国也一样 可是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时候 李文亮医师 那时候出了很多的事情 他们只是把资讯 在武汉那时候 是严格封锁资讯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人民也不是笨蛋 所以他就很多人 就翻墙去 到推测去 其实不止推测了 你如果看中国那时候 在他COVID之前 COVID之后 脸书 推测 或是相关的 不管是国外相关的 那些讯息的网站 从中国来造访的比率 都大为增加 那中国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说 他来国外造访你的 COVID相关的信息之后 他不会就走 比如说 自由世界国家的人 同样的调查 我今天需要COVID的资讯 对不对 我可能看了台湾讯息 我会看一下美国的讯息 可是我不会在意其他讯息 我就只要拿到 我一样的讯息 可是中国的 某些很多民众不一样 他到美国之后 比如他造访了Twitter 他不会只看 看那个跟COVID相关的讯息 或是封城 他会去造访一些在中国 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讯息 比如说一些异议人是怎么样的 很有趣的是说 就算这个COVID结束之后 还是有一群人 大概 比如说你 Twitter可能增加30% 中国的造访量 就算这个COVID结束之后 还有百分之十几的人 是长期留在那边 去追踪那些异议人士的 就他希望 他既然出来了 他希望看到一些不同的讯息 所以这些不同的讯息师 对某些一些中国 比较理性思考的人来讲 他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当然对网军小粉红来讲 他们反正出来 就是出来捣乱的嘛 那网军小粉红的捣乱 其实 这跟策略有关系 就说比如说 叫哈佛大学 学的学者 去研究 中国的网络审查的时候发现 中国的网络审查 并不是说 你骂了习近平 骂了党 然后我对你怎么样 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了 他可能用关键字封锁 他不会说像微博 有当地20万人在审核 他不会每天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做的东西 其实比较像是说 去避免集体行为 而不是说你去骂政府 他害怕的是你集结 所以比如说 他们有发现过 你就算比如说 我今天要发动一个什么 我赞美政府 那我明天到什么地方 大家就一个机会 赞美政府 这个东西会立刻被封锁 他们害怕的是集体行动 他们可能会监视一些 比较知名的人 比如说大V啊 这些KOL influencer这些 这些人会有些追踪 会有些比较强的审查 是没错 但是他们基本上的审核方式 是避免你的集体行动 同样的就说 对于 所以我们如果说 你去看那个 如果一般 我们如果说要去观察 这些中国的 在海外的这些 的方式的话 我们通常也会去看说 这些不同的账号 包包机器人跟真人账号 之间是不是有协同行为 那这些东西我们相信是非常多的 那马斯克最近 他第一次拒绝买推特的时候 他的用的借口就是说 推特有 至少有30%是机器人 是假账号 后来他说更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 可是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 因为推特其实是有大量的假账号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存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通常我们用爬虫去爬的时候 我们其实观察是说 它有没有一个类型出来 有没有一个协同行为 这个大概是我们比较要关注的 刚才您说的都是 有一点被动的防卫 在释放世界的角度 可是在中国 它是没有底线来 继续这一种的瑞实力 有没有一些比较 结构性的办法 可以改变现在的情况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